嗨,大家好啊,我是老海 这集开头啊,海格要从一个想法说起 汉文帝这期文稿啊,卡了海格好久的时间 紧重眉头一天写不了多少字,还总是删除 不是因为它太难,而是因为它太简单 或者说啊,关于这一集的内容,史料里写的太不精彩 之前讲楚汉争霸的时候 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载堪比电影剧本 从大场面的描述到主人公的台词 从战场气氛的渲染到战斗特写的血肉飞溅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直呼精彩 可是到了汉文帝这一篇话风突变 从小说变成了报表 太史公啊,好像进入了贤者时间 整篇向文帝本记啊,就是一篇流水帐 哪年哪月发生了啥,哪年哪月皇帝说了啥 哪年哪月大臣们上奏请求了啥 从头到尾捋一遍列出来,然后呢,就结束了 所以海格就懵了,因为我们之前的视频啊,讲的那么精彩 我做视频时候呢,都又哭又笑的,代入感超强 我就想呢,继续保持这种热情和共鸣感 让大家喜欢,但是呢,这一期真的做不到 所以啊,特别苦恼 这种状态啊,过了好久 我才醒悟啊,是我错了 我不是电影导演,我做的是历史科普 如果史料呢,是表格 那我也不可能,也不应该凭空添加剧情 我只能根据原始的史料啊,来做视频 所以既然太史公把汉文帝的历史做成了表格 那咱这一期啊,就发挥表格的优势 尽量把事情啊,讲的清清楚楚 让大家看完之后呢,对汉文帝整个执政生涯 有个清晰的认知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呢 那这一期,海哥就没白做 好啊,废话说完,咱们直入正题 公元前180年9月 汉文帝在大臣的伏地奸请之下 多次表示辞让 最后呢,实在是拗不过 只好答应,做了这个皇帝 登基之后啊,刘恒需要应对的势力很多 咱们分别来了解一下 首先是功臣集团 咱们以前分析过 对于功臣集团来说 吕氏的存在并不一定就是坏事 从利益的角度出发 为了对抗刘氏的皇族 吕后很需要这些大臣的影响力 为了保护自己啊 功臣们先下手为强 又是绑架,又是清洗 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这才保护了自己的安全 在最后推举皇帝的过程中呢 更是直接私下了面具 强势毙掉了第一候选人 齐王刘湘 这才让刘恒摘了桃子 对具体的人来说 这些大臣想的都不一样 有自私自利的 有忠君爱国的 但是对于功臣集团这个整体来说呀 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作为一个整体 他们有利益诉求 对他们最有利的状态 就是把皇帝刘恒啊 变成傀儡 国家大权全部掌握在功臣集团的手中 最坏的情况呢 就是他们这些老臣呢 被全盘清算 那么问题来了啊 刘恒上台以后 这些功臣的未来 向着哪个方向发展了呢 看起来呀 是坏的一边 刘恒带来的代国领导班子啊 刚一进攻 就拿走了最重要的兵权 刘恒本人呢 也跟之前设想的软弱人后 完全不一样 短短几天发生的事 对功臣集团来说啊 很不友好 所以功臣集团跟刘恒之间呢 需要一阵交锋 争夺一下话语权 那除了功臣集团之外 还有其他的潜在敌人吗 当然有 把镜头拉高 看向汉朝之外 北方的老牌敌人 匈奴虎视眈眈 刘恒自己的著作 我当代王那些年啊 翻开的每一页都写着哀咒 汉朝建立以来 跟匈奴打基本没赢过 汉高祖刘邦 当年熊啾啾气昂昂 跨过了白灯山 结果差点没回来 从刘邦到旅后这么多年来 汉朝虽然没有割地 但一直在赔款 定期啊 就得给匈奴送礼 偶尔还得送女人和亲 那有多憋屈啊 时隔两千多年 大家应该也能有共鸣 北边有匈奴 南边呢也没消停 楚汉争霸那集咱们讲过 在中原的诸侯们 混乱团战的时候啊 有一个人带着士兵 夺在了岭南 圈地为王 这个人呢叫赵佗 本来是秦朝的官员 被派到南方镇压当地 结果他们刚到地方 北边就打起来了 还没等他们回原 秦朝就没了 所以在赵佗的领导下 这些士兵干脆 关起门来过日子 本来呢天高皇帝远 这偏安一语的土别地方啊 他们站着也就站着了 可刚好就在旅后驾崩 汉文帝上台这个时期啊 赵佗觉得自己行了 宣布脱离汉朝 给自己升了一级 从南越王变成了南越武帝 也就是说 从外地的藩王啊 变成了跟汉文帝平级 也当了皇帝 这个事啊 朝廷肯定得管 否则其他的藩王有样学样 这天下啊又危险了 好啊 北边匈奴 南边南越 这俩敌国的存在 也成了刘衡的心腹大患 还有吗 还有 西汉初年三大势力 吕氏外戚 全军覆没 功臣集团需要斗争 剩下一个刘氏皇族 跟刘衡是一伙的吗 以前是 现在啊不是的 以前的刘氏皇族们 是天然的盟友 一起对抗吕氏的清亚 现在刘衡脱颖而出 他与其他刘氏藩王的关系呢 就从亲戚变成了军臣 可问题是啊 这些臣子有奉地 有军队 从之前齐王刘湘起兵的事情来看 朝廷给这些藩王设置的封锁呢 屁用没有 今天朝廷强大 藩王就是忠心耿耿的臣子 明天朝廷示威 藩王啊 发个电报就能冲锋 所以从皇帝自身的利益出发 这些藩王全部处死 他们的封国全部并入中央 才是最好的结局 那还有吗 还有 他就是可能的外戚势力 吕氏掌权的15年啊 对其他人来说 那简直就是悬在头上的利剑 甭管是什么身份 下一秒钟说没就没 这种恐怖高压的气氛 持续了15年 没有人想再来一遍 所以对于皇后的人选啊 所有势力都特别上心 完全达成一致 可千万不要再弄出一个履制 千万不要再搞出一个 设政的外戚家族 刘航本人跟外戚集团呢 恐怕也需要有一番博弈 好啊 现在我们说完了这几个势力 加起来看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内忧外患 那还有吗 还有 还有一个最强大的势力 它的名字叫做百姓 这个势力啊 在朝堂说不上话 但他们的人数最多 他们的贡献最大 咱要处理和百姓的关系 对一个皇帝来说呢 是终极的考验 刘恒当了十多年的代王 看起来做得很好 那他有能力更进一步 掌管好整个天下吗 不知道 功臣集团 南北外敌 刘是皇族 外戚势力 天下百姓 错综复杂 如履薄冰 这就是汉文帝上台时候 面临的局势 汉文帝一共当了23年的皇帝 咱们用时间轴说话啊 分别来看一看 刘恒到底都干了啥 首先我们说功臣集团 说起功臣集团和刘恒的关系啊 那有一件事就不得不说 推荐算法被发明出来以后呢 大家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啊 就会被打上标签 如果你喜欢历史 那你在各平台看东西 就会被推荐相关的内容 而有一些历史的文章和视频呢 多年来一直活跃于internet上 如果你喜欢人物 他会告诉你一些 不曾了解的英雄人物啊 整得你热血沸腾 如果你喜欢政治啊 他就会给你推各种耸人听闻的故事 其中之一呢 就是汉文帝和他的四个儿子 这些人呢 描述的天花乱坠 但核心呢 都是一个故事 说在吕后掌权期间啊 给刘氏皇子们 都安排了吕氏的姑娘当王后 这里边啊 应该也有四皇子刘恒 后来功臣集团 他请洗那个夜晚啊 任何跟吕氏有关的人 全部处死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刘恒的王后 是吕氏的人 那这个王后要怎么处理呢 刘恒跟这个王后有孩子吗 如果有孩子的话 这些孩子要怎么处理呢 在史记中 《孝文帝列传》全篇没有提到王后和孩子的事 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 而在外戚列传中啊 有一句很短小的话 藏在一个特大的段落里 好像生怕别人看见他 这句话写着啊 代王王后生四男 先代王未入立为地 而王后足 即代王立为地 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意思是说呀 代王的王后生了四个男孩 在代王还没当皇帝的时候啊 王后就死了 等代王当了皇帝 这个王后生的四个孩子都先后病死 代王当皇帝几个月之后 策略太子 因为这前四个孩子全都死了 所以代王后来 宠幸的斗鸡的儿子刘启啊 被立为太子 好家伙啊 这段话信息量可太大了 根本不用别人说什么阴谋论 咱们自己啊 都能脑补出一套完整的逻辑链 吕后给刘恒送了一个吕氏的姑娘当王后 这个王后呢 给刘恒生了四个儿子 然后病死了 功臣集团杀光了吕氏的族人 然后拥立了刘恒当皇帝 刘恒登基之后 几个月之内 这四个吕氏生的儿子全部死亡 所以很多人说 这是交易 刘恒以自己四个儿子的命 向功臣集团拿上了投名状 这才荣登大宝 对这个说法啊 大家怎么看呢 大家觉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关于这件事啊 正反双方啊都吵成狗脑子了 正方认为 不是 这还用猜啊 啊 这么完整的逻辑链条 这么清楚的钻动机 这有啥可猜的呢 反方认为啊 不对 史料上只说了代王确实有个王后 但可根本没说 这个女的是吕氏的人 如果她不是吕氏的啊 那这个链条从一开始就不成立 正方就反驳说 如果她不是吕氏的 那刘恒凭啥能安全的活这么多年呢 你不会真以为她善良 然后没有背景 吕后就放心她吧 很明显啊 就是因为她娶了吕氏的姑娘当王后 而且还生了四个儿子 不像她的几个弟弟那样 排斥吕氏家的姑娘 这才能活到最后 反方又说了 还是不对 功臣们凭啥敢杀刘恒的儿子啊 好好想一想啊 他们想推举刘恒当皇帝 然后把皇帝的儿子全杀了 就算这些孩子真是吕家人生的 那也是刘恒的儿子啊 他们这么做不怕被报复吗 那正方又说了啊 你也不看看局势 敌荡诸履之后啊 天下的大事完全是功臣集团说了算 他们有政治影响力 还有强大的军队 刘恒有啥呀 他啥也没有怎么报复啊 又有人说了 按照谁受益 谁是凶手的逻辑 真正杀害这四个孩子的 正是刘氏的皇后斗士 孩子们死了 他的儿子才当了太子 凶手都是他 又有人说了 你敢拉倒吧啊 刘恒刚上台 他就敢这么做 当别人傻吗 刘恒报复不了功臣集团 还不敢报复他一个 没有背景的普通皇后吗 还有人说啊 都他妈别操受了 你们就不能相信 太史公司马迁吗 老刘家什么黑料他不敢写 刘邦踹儿子他都敢计 如果刘恒真的杀了四个儿子 那太史公不得给他 写个八百字的小作文 怎么就不能相信 这四个孩子真是病死的呢 又有人反驳说啊 你这就离谱 几个月之内刚好死了四个儿子 其他人啥事没有 你这细菌武器都不好使 你这得是基因武器啊 大家都看到了吧 为了写这段啊 海哥都精神分裂了 围绕着这件事呢 什么关键都有 正反双方啊 一顿辩论 关键还都说的挺有道理 说到这儿啊 有弹幕可能问了 海哥呀 你咋看这件事啊 我能咋看呢 我坐着看 这玩意儿吧 就属于那种 你没有办法证实 也没有办法证伪的 本来吧 如果一定要站队呢 那我可能啊 稍微偏向正方一点 因为从这句史料 加上之前的局势来看啊 这样解读呢 确实比较符合逻辑 但是呢 在史料上 还有这样一句话啊 我发现网上的文章啊 抄来抄去的 也没有人提出来 孝景本纪啊 开篇第一段就写了这样一句话 孝文在戴时 前后有三男 即窦太后得性 前后死 即三子更死 故孝景得利 这段话的关键在于开头啊 孝文在戴时 前后有三男 刚才咱们说了 《卖气力乱》里面记载的啊 戴王在戴国时 有四个儿子 这里呢 就变成三个了 也就是说 记载不一致啊 司马迁啊 又一次自己跟自己打下来了 所以这段记载的可信度降低 神秘度上升 上升到啊 海哥也不知道该信谁了 所以咱只能说啊 这段内容有正义 到底真相如何 咱也不知道 大家知道就好 好啊 咱接着说 不管刘恒跟功臣集团 有没有这个交易啊 都不影响刘恒打压他们 这道理很简单 对吧 一个没有背景 没有资源的皇帝上台啊 他当然不想这么憋屈 希望大权独揽 不被欺负 所以刘恒上台之后呢 举起双手 开始秀起了自己的操作 刘恒啊 对于功臣们施行的 第一个政策呀 叫请客 没错啊 第一步肯定得请客吃饭 刘恒啥也没有 不可能上来 就正面硬钢功臣集团 刘恒下诏书 把诸礼之役的核心人物啊 挨个封上 该封侯的封侯 封了侯的给黄金 给彩翼 他为周伯呀 一万户 赐金五千金 丞相陈平啊 将军冠一三千户 赐金两千金 但过了没几天 刘恒下了另一道诏书 之前在戴国开会时候 站出来分析局势的宋昌啊 被封为壮武侯 继续当魏将军 其他呀 跟着刘恒从戴国过来的五个官员呢 也全部提拔为九卿 一人得到鸡选升天 刘恒啊 用这几个人的生贤任命 打破了功臣集团的政治垄断 但这里呀 有一个人要额外备注 刘恒的舅舅伯赵啊 却不在这次提拔为九卿的人里边 伯赵被封为赤侯 看起来很大 但并不掌握实权 这个事情呢 很微妙 咱们后边再说伯赵的事 第二步该用啥了 没错啊 斩首 黑风寨大当家 把狼牙棒轮成螺旋井啊 看似同行当老大 那是真斩首 皇帝想集权啊 不用那么赤裸裸 他只需要在政治上 斩首功臣集团就可以了 功臣集团 现在的领头者是陈平和周博 对这两个人的处理呢 充分表达了刘恒的政治手腕 他使劲拉拢陈平 使劲打压周博 在之前的各种事件里呢 周博站在前台翻云覆雨 在北营里 真闭一呼的场面爬气又潇洒 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 如果你是刘恒 你会怎么看待周博这个行为呢 哦 你昨天真闭一呼 就能抵挡朱吕 明天是不是真闭两呼 就能把我杀了呀 再加上之前魏桥相遇 你站出来让我单独说话 啥意思呀 跟谁俩呢 啊 再加上刚才我们讨论的 可能存在的杀儿子 换皇位事件 如果真有这件事 那功臣集团派谁 跟刘恒表态呢 肯定还得是周博呀 再加上周博武将出身 标准的大老粗 最喜欢的口头禅 就是趣味我语 啥意思呢 说好听点啊 就是有话快说 不好听点呢 就是油皮快放 就这种素质啊 人缘肯定好不了 所以这么多因素加起来 刘恒真的不喜欢周博 汉文帝继位一个月之后 朝政的局势逐渐平稳 刘恒刚打算对周博动手 没想到周博主动卸任了 原来是有大臣呢 偷偷给周博分析了局势 劝他辞官归隐 以免杀身之祸 周博听人劝 吃饱饭 就跑到了皇帝这里主动辞职 汉文帝接颇下驴 答应了他的请求 不过这事啊 还没完 又过了一年 公元前178年10月 刘恒很器重的丞相啊 陈平病逝 朝中没有人有威望接班 只好把周博又接了回来 让他继续当丞相 而就在刘恒 把周博接回来的同一个月 下发了一道新的诏书 诏书上说啊 我听说古代诸侯 创建了一千多个国家 各自守卫封地 按时入朝进贡 百姓不会劳苦 上下欢欣喜悦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可是咱们现在 有这么多猎猴和官员 居住在长安 远离自己的丰衣 给你们纳税的车队啊 要长途跋涉才能到达 需要你们教育的百姓 根本见不着老师 这肯定不行啊 所以从现在开始啊 除非在朝中当官 或者特殊岗位 准许留下的 其他人全部离开长安 返回封地 同学们 看明白这招的威力了吗 这就是尚未者使用权力啊 最完美的状态 这道诏书既有利于国家 又实现了皇帝自己的政治诉求 功臣集团的厉害之处呢 不在于前面的功臣俩子 因为中央集权之下呀 皇帝一句话 就能决定当个臣子的命运 功臣集团真正的核心 在于集团这俩子 功臣的二代 三代们抱团取暖 互通消息 互相联姻 用不了多久 就能扳结成 牢不可破的政治同盟 所以刘恒这道诏书啊 把功臣集团的连接打断 把他们赶回自己的封地 堪称府邸抽薪 是真正的杀招 那面对这道阳谋 功臣集团有办法吗 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磨蹭 哎 反正诏书没给最后通牒 我就赖着不走 磨蹭一天是一天 就这样 又拖了一年 公元前177年11月 刘恒终于受不了了 又发了一道诏书 咋的 我之前发的 你们都当没看见是吧 啊 咋总有人给脸 不要脸那么磨蹭呢 这样吧 丞相周博呀 你是官员的表率 这次你就打个样 你带头回家去养老 行不行 周博还能说啥呀 只能点头同意 回家养老了 其他滞留的官员一看啊 这次是来真的 赶紧也都各回各家 刘恒这招一石二鸟 连集团 带周博一起解决 功臣集团的利益联盟 就这样被汉文帝彻底打破 周博走了之后 刘恒把太尉冠英 提拔成新的丞相 然后废除了太尉这个官职 这一系列微妙的小操作 解读起来很清晰 就是在收回权力 啥是权力啊 盖章就是权力 全天下的事都交给皇帝 一个人盖章决定 那皇帝就得一生无休 每天工作18个点 基本上能把人累死 当皇帝的 没几个愿意这么累 所以把小事 中事的盖章权 下发给秘书班的 刘恒这一波操作呢 废除太尉 把权力划分给丞相 以后呢再找个机会 罢免了或者架空了丞相 这权力就回归皇权了 大家能理解吧 周博卸任之后啊 接替他的呢是冠英 这咱就不用再介绍了啊 冠老将军此时已是高龄 只过了一年就去世了 也就在这时呢 汉文帝跟工程集团的碰撞 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工程集团的领头人 陈平 周博 冠英都已经离世 那接下来 汉文帝选谁当丞相最合适呢 他没有选自己的亲信 而是选了一个叫张仓的人 成为新的丞相 这个张仓啊 身份特别微妙 首先他是妥妥的工程集团 早年楚汉争霸的时候啊 他犯了法 差点被砍头 在刑场上啊 王陵看他身材高大 肥白如虎 就是说呀 他白白胖胖的像个胡蜂 认为呢 他不是普通人 就把他救了下来 跟韩信的经历啊 很像 后来打仗的时候啊 张仓跟过韩信 井行口背水一战 张仓率军冲锋 活捉了带王陈瑜 汉朝建立以后啊 他跟着萧和 给萧和当过秘书 很擅长文书工作 精通律力啊 善于理财 能力很强 这就是他的第一个身份 他是功臣集团的人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身份 刘恒在代国当王的时候啊 朝廷给他安排成像 这个张仓 前后两次担任代国的成像 加起来啊 时间不短 这就是他的第二个身份 他也算是半个代国人 这两个条件加起来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当成像了 他就像一个年和季 在功臣集团和皇帝中间左右逢源 两边都说了上话 所以周伯下台之后呢 刘恒选定了新任成像 就是张仓 这个张仓啊 海哥得讲两句 他的成像工作啊 基本上贯穿了汉文帝的执政生涯 而他的工作呢 很简单 就像一个真正的秘书那样啊 主要处理文书工作 兼职整理法律条例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九章算数啊 就是在张仓手里归党 整理大体成书的 从这件事上呢 也可以看出张仓专注于具体的工作 在政治上啊 没啥野心 所以汉文帝很喜欢他 张仓啊 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啊 就是喜欢喝奶 他当了15年的丞相 老了以后实在干不动了 就退休回家 牙齿都掉光了 就在家里呢 养了几十个奶妈 每天喝人奶为生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百来个妻妾啊 张仓有个癖好 只要是生过孩子的 他就不在亲近 只能找新的 堪称终极LSP 好啊 张仓的事我们了解了 来捋一下 工神集团的实现线啊 公元前180年9月 刘恒入主长安 公元前179年10月 陈平任左丞相 周伯呢任右丞相 公元前178年3月 周伯回乡 陈平独自当丞相 公元前178年10月 陈平病死 周伯回来继续当丞相 同一个月 汉文帝下诏 让功臣集团各回各家 公元前177年11月 汉文帝啊 再次下诏 让周伯打个样啊 带着滞留的大臣们 各回各家 观英接任了丞相 公元前176年 观英去世 张仓接任丞相 这一当就当了15年 公元前161年 张仓告老欢乡 回家喝奶去了 接任他丞相位置的人呢 叫做申徒家 申徒是姓 家是名 申徒家呀 也是功臣集团的人 早年时候恐武有力 能开强弓硬弩 是个好汉 跟着刘邦争霸天下的时候呢 是个基层的小兵 年龄应该不大 现在一直熬到汉文帝末年 从小兵到队长 再到都尉 郡守 汉文帝上台时 大涉天下 封了一大堆官队侯 几十个人获得的实益 其中就有这个申徒家 汉文帝时期呢 申徒家从郡守 继续往上升 张仓当丞相的时候啊 申徒家当了御史大夫 相当于副丞相 现在张仓卸任 申徒家就接班当了丞相 汉朝的丞相啊 有一个挺好的特点 就是丞相职位没有空降的 不是皇帝喜欢谁啊 谁就能一步登天 基本上呢 都是像申徒家这样 一点一点的往上升官 顺位继承 那关于申徒家的故事啊 还在这里就不讲了 因为申徒家只当了五年的丞相 汉文帝就病逝了 汉景帝上台以后 申徒家继续当丞相 成为了连接两朝的桥梁人物 所以他的故事呢 海格在汉景帝的开头来说 好了啊 沿着功臣集团这条线 咱们把汉文帝的一生走了一遍 从时间轴上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啊 只用了四年的时间 上一个时代呼风唤雨的 功臣集团的几个领袖啊 老死的老死 退休的退休 全部退出了舞台 张仓啊 作为双重血统的成像 干活的时候呢 基本上只做本职工作 跟那些文书啊 律法为伍 对汉文帝一点威胁都没有 从这条时间线啊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汉文帝的政治手腕 春风话语 润物细无声 没有道光剑影 没有激发矛盾 轻轻松松就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大家感受到了吗 那接下来啊 我们从外国威胁的角度 再捋一遍汉文帝的执政生涯 先说匈奴啊 在秦朝以前 匈奴是北方大患 所以北边的这几个国家 央国啊 赵国啊 秦国啊 都分别修了长城 抵御入侵 秦朝建立以后啊 秦始皇下令 把这些长城重新修缮啊 连接 就成了我们熟知的万里长城 当然了啊 那时候的是秦长城 汉长城 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明长城 今天去啊 只剩下土堆的 战国末期 中原世界大战 塞外的匈奴呢 也想进来发财 但是被赵国的战神李牧 打得差点全军覆没 返回老家 休养生息了 一次整合了草原势力 跟刘邦你来我往 斗志斗勇 最终在白登山互相尬住了 双方商议之后啊 匈奴退了兵 刘邦送了宗室的姑娘去和亲 还要每年都送礼物钱财 给这个姑爷啊 堪称屈辱 但屈辱归屈辱啊 确实很管用 在刘邦掌权期间 匈奴不再那么猖狂 只有小谷的劫掠 没有大规模入侵 刘邦加帮之后啊 匈奴蝉鱼 还是没敢入侵 因为他知道 刘邦的皇后吕志啊 不是好惹的 只是写信言语冒犯一番啊 最终双方还是烟旗息鼓 但是到了刘恒掌权期间呢 局势有了变化 刘恒上台以后啊 跟刘邦吕厚 斗了一辈子的莫独蝉鱼啊 已经60岁 他有一种老人都有的通病啊 瞧不起后辈 我跟你爹斗智斗勇 打了一辈子未分胜负 现在你这个小孩子上台 我不给你露两手啊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 所以在公元前176年5月啊 莫独蝉鱼啊 派幼贤王进入了北地 捎杀抢掠 想试探一下刘恒的橙色 刘恒是怎么应对的呢 他炸了 一反常态啊 一改这么多年的温和形象 在大殿上雷霆震怒 下达命令 军队集结 刘恒啊 让冠英带着8万5千大军 北上迎战 自己呢 带着人前往太原 在这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驻守 随时观察前线的局势 下达作战命令 刘恒做的这件事啊 是很反常的 因为他在戴国当王这么多年 可从来没有这样过 之前刘邦和吕后掌权期间呢 刘恒左脚刻着隐忍 右脚刻着低调 匈奴爱打打地啊 来多少次也跟我没关系 这才让吕后放心 也让墨独蝉鱼小瞧了他 现在时过境迁 刘恒啊 当上了皇帝 那国土是他的土地 百姓是他的子民 是树立威望也好啊 是爱民如子也罢 他让冠英带着大军迎击 匈奴又先王 自己坐镇太原 一边统筹全局 一边派使者去找蝉鱼谈判 使者到了匈奴之后啊 指着墨独蝉鱼骂啊 背信弃义 卑鄙无实啊 滔滔不绝 墨独呢 恼羞成怒 下令杀了使者 但也仅此而已 他看明白了汉朝的强大 也看出来了刘恒的坚定 这是个猛虎啊 不是个兔子 所以墨独啊 取消了进攻 把气都撒到了西边的小国 用他余生的所有时间呢 去攻打 吞并西域诸国 墨独啊 咬牙切齿 要继续给匈奴增加实力 以图将来 不管怎么说啊 匈奴人呢 被汉文帝吓跑了 刘恒用行动 诠释了一个真理啊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白拳来 对抗进攻就好的方法呢 一定是比他更狠的进攻 又年轻 又有血性的刘恒做到了 这一仗给汉朝带来了 十年的和平 在他十年间呢 匈奴基本没有南下 而是认真贯彻了 墨独蝉鱼的指令 把西域诸国 打得哭爹喊娘 公元前166年 37岁的刘恒啊 又遇到了同样的剧情 前线消息啊 匈奴蝉鱼 亲率14万匈奴骑兵 大局入侵 在北地烧杀抢掠 杀死了汉朝守军官员 掠走无数的人口 牲畜和财物啊 最近的匈奴前锋 甚至都逼进了首都长安 匈奴为啥又来了呢 因为啊 换戒了 几年前 墨独蝉鱼去世 他的儿子老上蝉鱼接班 老上蝉鱼啊 用几年的时间 整合了势力之后呢 然后再一次 大军集结南下冲锋 刘恒啊 又炸了 拉起军队啊 就要前往迎击 甚至还要御驾亲征 大臣们吓坏了 赶紧阻拦啊 刘恒不停气吊死 就要带兵亲临战场 跟匈奴干 大臣们啊 请出了伯太后啊 在太后的劝诫下呢 刘恒这才放弃了御驾亲征 但他呀 还是跑到军队中啊 慰劳士兵 整齿军队 申明训令 这才让大军 带着怒气出发 老上蝉鱼呢 看到汉朝大军来袭啊 掉头就跑 带着战利品回家了 但啊 这不是结束 未来的几年 匈奴每年都会犯鞭 骚扰幽击 抢了就跑 刘恒跟他的父亲 跟之前的中原皇帝 诸侯国王一样啊 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无奈 什么叫憋血 公元前162年 41岁的刘恒啊 已经人到中年 他在朝廷上突然发话 最近几年 匈奴并抱边境 连续入侵 多杀利民 这样长期交战 中外之国何以自宁 所以刘恒下令 再次和亲 主动认怂 给老上蝉鱼呢 送去新娘 假装双方关系很好 假装双方 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 保全天下的百姓 可是啊 没什么用 公元158年 匈奴再次有组织 大规模的入侵 三万人入云中 三万人入上郡 烧杀抢掠 匈奴啊 为啥又来了呢 因为啊 匈奴又换戒了 老上蝉鱼去世 他的儿子君臣蝉鱼 在公元前161年继位 君臣蝉鱼端起了剧本 拿起了接力棒 带着匈奴大军入关截掠 刘恒的运气啊 是真的不好 整个执政生涯 连着遇到三个蝉鱼 那这次的汉文帝 是怎么做的呢 他还能像以前一样吗 很遗憾 汉文帝啊 老了 匈奴三代蝉鱼的三次入侵 给我们生动的展示了一个 中原帝王的心理变化 第一次入侵 汉文帝雷霆震怒 亲临前线 坐镇指挥 赶跑了帝军 第二次入侵 汉文帝依然暴怒 甚至想要御驾亲征 最后匈奴主动退去 汉朝军队啊 打在了棉花里 但是到了这第三次入侵 汉文帝没有主动迎战 而是被动防守 他让军队在长安的北边 分成三营 只是防备着匈奴 突袭长安 其他的事 不管了 几个月之后啊 匈奴自行撤退 这里呢 史料上只有七个字 数月胡人去一霸 这七个字背后啊 是什么样的现实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为啥汉文帝这次没有暴怒 没有主动出击呢 首先啊 他去了也没用 军队去了 匈奴就跑 其次呢 他的身体不行了 刘恒啊 不是个长寿的皇帝 这次入侵事件之后 只过了一年 他就去世了 而在这第三次入侵期间呢 还有一个人必须得说一说 他的名字叫周亚夫 周亚夫是周伯的儿子 前面说了啊 刘恒在上位初期 专门针对功臣集团 首要目标就是周伯 但是他的目的啊 只是夺权 不是杀人 所以周伯去世 公一代们被收拾好了以后啊 公二代们还是继续当官 该接班得接班 该当武将得当武将 出身军营的周亚夫啊 就自称副业 成了将军 匈奴第三次入侵期间呢 刘恒在长安的北边 安排了三个军营防备敌人 周亚夫就担任 其中一个西柳营的统帅 为了鼓舞士气 刘恒跟志贤一样 跑到军队里去慰问 在前面的两个军营呢 看到皇帝来了 守门的士兵赶紧开门 守将慌慌张张出来迎接 皇帝走的时候 全军都出来送到门口 而到了周亚夫的西柳营 刘恒连门都没进去 守门的士兵严肃的表示 军令如山 军队里只有将军 没有皇帝 不可善离指手 使者啊 拿着皇帝的符节进去通报 周亚夫这才让人放行 接着军营啊 旁边的士兵还嘱咐 军营里不许车马及时 到了中军大仗 周亚夫穿着盔甲 手持兵器出来迎接 上来第一句 就是借咒之事不办 请陛下允许臣下 以军中之礼拜见 汉文帝特别感动 赶紧扶着车前的横幕 向将士们行礼 慰问完成之后啊 刘恒离开军营 一步三回头 跟身边的人说 这才是真将军 前边那两个军营 简直是儿戏 匈奴真打过来 都得被抓走 只有周亚夫这里呢 不会被偷袭 等匈奴退走之后啊 刘恒马上给周亚夫升官 让他负责整个京师的兵权 负责长安的警卫工作 又过了一年 汉文帝病重之际 找到太子 告诉他呀 以后要是真有事啊 到了关键时刻 一定要用周亚夫 这才安然离去 好啊 从匈奴这条线 我们又捋了一遍 汉文帝的生平 大家觉得啊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刘恒对匈奴的感受 应该是啥呢 我觉得应该是憋屈吧 那除了匈奴啊 外国的威胁还有一个 就是南边赵驼的南越国 咱再来了解一下 赵驼呀 本是秦朝的将领 秦朝覆灭以后呢 派士兵堵住了宁南的通道 全帝自盟当了诸侯 汉朝建立以后 受封为南越王 偏安一语啊 过日子 赵驼和莫独禅云一样啊 自认为是跟刘邦 一个级别的领袖 所以在刘邦去世之后呢 南越与中原的关系急转直下 到了旅后去世的前一年 双方矛盾激化 汉朝派出的军队南下进攻 想要一举消灭南越国 但是没有成功 南越的地形啊 优势太大 只要把各处的关爱一堵啊 军队根本过不来 岭南的山到处都是毒物瘴气 中原的士兵还没到地方 就被瘟疫弄死一大片 实在是没法打 只好不了了之了 这一下啊 赵驼更是膨胀起来 到了旅后死的这一年呢 赵驼自称南越武帝 也以皇帝的身份发号使令 与汉朝彻底对立 所以刘恒上台的时候啊 南越国不说是心腹大患 骑马也是戒选之急 面对这个敌人呢 刘恒没有爆炸 而是派出了对南越专用武器啊 辨识陆甲 陆甲啊 我们已经很了解了 他是功臣集团二代的三号人物 是周伯和陈平之间的联合纪 很久之前 楚汉争霸时期呢 南越国自立 正是陆甲临为受命 带着刘邦的命令出使南越 把他拉拢到了汉军的阵营中 所以这次南越反叛啊 刘恒又一次派出了陆甲 陆甲出使的结果啊 没啥好说的 到那就成功 但这里啊 有个关键物品很有意思 到南越之后呢 陆甲出使了一封信 他的名字叫 赐南越王赵陀书 一看这名字啊 就知道是刘恒写的 或者说啊 是朝廷写的 从这封信中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国与国 皇帝与国王之间的交锋 首先啊 刘恒吹了自己一波 我自己没啥了不起的 但是我的父亲呢 叫刘邦 我啥也不是 被人看不起 被送到北方的边寨 路途遥远 交通不便 所以呢 很抱歉 我一直没有写信 向你问候 但是现在呢 他们硬要我坐这个位子 当皇帝啊 弄得我不得不当 所以呢 我继位了 那既然我继位了啊 就知道了很多信息 我知道你当年 是因为革命而离开家乡 你是赵国人 老家在这边 祖坟在这边 秦人在这边 我已经派兵 修缮了你家的祖坟 还给你的亲戚们都升了官 我对你很好了吧 可是你呢 没事啊 就发兵扣鞭 长沙国的人 被你骚扰的痛苦极了 哪怕在你自己的地盘 广东广西的百姓 不也因你发动战争 而痛苦极了吗 一场战争下来 丈夫死了 太太守寡 父亲死了 儿子成姑 儿子死了 父母无依成毒夫 要是再打下去 最后啊 你的国土也要完了 这是我不忍心做 我本来要整理内政 大臣们跟我说 你的地盘是高祖当年同意了的 所以呢 我也不想去打你 因为整个中国都是我家的 打你呢 我也增加不了多少地盘 但你现在自称皇帝 你让一个国家有两个元首 你是想造反吗 这就是你的不对 你只晓得斗争 难道就你会斗争吗 你懂斗争 却不懂得人和谦让的道理 我希望你放弃过去的行为 好好听中央的指挥 从今天起 归附以前的政治关系 治理好你的地区 我叫你的老朋友 陆甲替我转达 希望你立刻接受 不要造反 另外 我送了你一些中原的贵重礼物 你年纪也这么大了 不要野心勃勃 想当什么皇帝 要是闲的话 你就去邻国访问 做些和睦邻里的工作 这样安安分分的 不要自寻烦恼 同学们 觉得这封信的水分高不高啊 那简直是高到天上了啊 明面上全是好话 可背后的意思呢 也很明白 我把你家祖坟围上了 把你亲近全控制起来了 再闹 你的国土就全完了 你服不服 赵佗马上就服了 他写了一封回信 开篇第一句就是 蛮夷大统领老陈赵佗回话 之前呢 高后歧视我们 还派了长沙王来打我 我又听小道消息说 高后已经将我的亲近全部杀害 把我家的祖坟挖掘烧毁 所以啊 才自暴自弃 现在我才知道 这都是误会 再者说了 这南方一带 地下潮湿 蛮夷之中 东边的敏越 只有上千民众 却也敢成王 西边的野人首领啊 也差不多 我是看他们来气 这才擅自窃取了帝王的尊号 不过是自娱自乐 我磕头谢罪 愿意恢复原来的称号 以后遵守向汉朝进贡的职责 请陆大人代为转告 陆甲完成任务啊 高高兴兴的走了 刘衡呢 面子上过得去 也开心了 赵佗从此以后啊 只要是跟汉朝来往呢 就以南越王的礼节办事 但只要是私下做事啊 还用皇帝的名号 也是够恶心人的 不管怎么说啊 至少明面上南越国服了 服了就行 这不啊是双赢 好啊 这就是汉文帝时期 南边北边外国势力的情况 这次大家有什么感觉呢 大家先想着啊 接下来咱们继续说外戚的势力 吕后掌权的15年 给所有势力都狠狠上了一课 所以在汉文帝一朝 外戚势力影响不大 因为刘衡能上台 根本原因就是他的母亲搏击 没啥势力 没啥资源 除了博太后啊 刘衡曾经的王后 现在的皇后啊 窦衣房 他的故事呢 我们也得好好了解一下 窦衣房啊 是清河关金人 出身贫寒 啥也没有 早年间 小豆的父亲呢 为了躲避战乱 带着家人在山中隐居 为了全家的伙食 父亲去河里钓鱼 结果失足淹死 剩下母亲一个人 拉扯三个孩子 小豆啊是老二 上有哥哥 下有弟弟 一家四口啊 抱团取暖 过得非常艰苦 就在这时呢 有朝廷的人来到附近 挑选良家女 从春秋实习开始啊 奇迹赵女 就是美女的代名词 为了给家里人谋生路 豆家呀 把小豆送去参选 没冒着他 一下子就被选中了 他要离开家乡 去汉朝的首都长安 当宫女 一路深宫深四海 从此亲人失路人 绝别之后啊 小豆上路了 到了宫里以后呢 吕后把他分配到了 皇后张燕身边当宫女 咱们以前讲过啊 张燕身世虽好 但一生特别悲惨 所以和送来的这个小宫女啊 相处的还算愉快 两个都是苦命人 过了一两年 吕后要选出一批宫女 送去 小豆啊 非常激动 就拿出自己攒的所有积蓄 去贿赂负责这事的太监 希望太监呢 能把他划分到 去赵国的队伍里 因为他的家就在赵国 他想借着这个机会呢 离家近一点 可是填不从人院 他这点钱呢 根本不算什么 管事的太监呢 把他给忘了 大笔一挥 小豆就被送到了 代国的队伍里 在上车之前啊 他挥胳膊蹬腿的 说啥都不去 最后呢 被强行拽上了车 对他来说 这是悲惨人生的 又一次打击 但对当时的 代王刘恒来说呢 这是上天送来的 真命天女 和小豆一起来的女孩呢 有四个 刘恒啊 都没看上 唯独看上了小豆 这时候刘恒呢 原配王后啊 就是那个疑似 旅士的姑娘啊 已经去世 小豆摇身一变 就从梁家子 变成了代王的宠鸡 给刘恒生了两儿一女 堪称麻雀变孔雀 但是呢 这还没完 经过一系列 眼花缭乱的震斗 刘恒一家天将馅饼 刘恒带着家人入主长安 豆姬呢 也晕头晃脑的 跟着进宫 刘恒刚继位三个月 大臣们就上书 一定要让刘恒立太子 所以豆姬的大儿子刘启啊 就成了太子 又过了两个月 大臣们再上书请立皇后 在薄太后的首肯之下 豆姬孔雀变凤凰 实现了人生的终极逆转 俗话说啊 小妇靠秦 中妇靠运 大妇靠命啊 豆皇后深刻的诠释了 不太后呢 喜欢这个绅士可怜的梁家姑娘 刘恒啊 也满意这个 长在他审美点上的美人 大臣们呢 也喜欢这个绅士干净 没有危险的皇后 可是好景不长 前面说了 皇后豆姨房家里啊 本来有四口人 她的大哥叫豆长君 她的弟弟叫豆广国 自少君 豆姬呢 去宫中之后啊 他们家又遭恶难 少君四五岁的时候 被人贩子劫走了拐卖 转手了十多个家庭 最后啊 进入一个大户人家 被送到了山里 给少爷烧炭 跟他一起的 还有一百多个奴仆 结果有一天 他们干完活 睡在了山崖之下 山崖突然崩塌 一百多人全被压死 只有少君因为年龄小 被排挤 睡在了边上 这才幸免于难 这大户人家 出了这么大的命案 就跑到了长安 避风头 少君也跟着去了长安 到了首都之后 少君从街头 听说豆氏被封为皇后 再仔细打听 这豆氏是河南清河军人 好家伙 这不是我姐吗 他赶紧就写了封信 上书给官员 官员不敢怠慢 一路上奏直达天厅 刘衡和豆皇后 听说此事 赶紧把少君请到一跟前 但是双方都已经没法相认了 毕竟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都长大了 刘衡就让少君拿出证据 少君就说 姐姐当年离开我西区的时候 和我在驿站的客舍中告别 她请来了一盆米汤 给我洗头 还要了点饭给我吃 她话还没说完 情绪崩溃的豆皇后 已经扑了上来 把她抱在怀里 失声痛哭 旁边围观的宫女侍从 也跟着扶在地上嚎啥大哭 刘衡也非常的感动 就把老豆家的人全都接了过来 给他们在长安安置好 赐给他们田地 住屋和金钱 对于豆皇后来说 这简直是一个神话故事 麻雀变凤凰 加人来团聚 一起小富贵 这可太圆满了 可是对于宫神集团来说 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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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啥情况 好不容易选了个没背景的皇后 这咋突然又空降了一个家族 还得到了如此的殊荣 这剧本也太熟悉了吧 大臣们吓得头皮发麻 赶紧冲上来给刘衡上书 皇上啊 现在给的这些已经足够了啊 可千万不要再给你的大舅子 小舅子封官了 否则以后啊 又是一个吕氏家族 刘衡一听 PTSD也上来的啊 就听从了大臣的建议 让皇后的兄弟们 做了个富贵闲人 大臣呢 还是放心不下 上头虽然堵住了 但下头也得安排好 大臣们精销细选的一些年龄很大 德行很好的老师 让他们住在老豆家附近 给这些没上过学的豆家孩子们 当老师啊 好好扫盲 教导他们啥是对的 啥是错的 千言万语 会成一句话 千万不能再出一个吕氏家族 大臣们啊 做到了 长君和少爵俩俩人 都被教育的特别好 比那些从小受到教育的人 还有德行 都成了千千君子 老豆家的危机呢 就这样解除了 但是还没完啊 老豆家解决了 可不等于外戚势力被解决了 从本质上来说 皇帝宠爱哪个女人 这女人呢就有可能恃宠而交 她背后的家族啊 也就有可能母平女贵 父平女贵 哥平妹贵 弟平姐贵 那么问题来了啊 汉文帝刘衡有宠爱的人吗 有 有三个 两个女的 一个男的 两个女的啊 比较简单 中年以后呢 窦皇后美色不在 还因为得病双目失明啊 状态急转直下 失去了文帝的宠爱 所以从邯郸来的年轻美人啊 慎夫人 尹姬就成了皇帝的新欢 其中这个慎夫人呢 得到的宠爱最多 有一次呢 刘衡带着后宫们 到上林院出行 到晚上要举办宴会 负责的侍从啊 就按照惯例 把慎夫人的位置 放到与皇后平起平坐 旁边有一个大臣呢 叫元昂 他看见以后呢 赶紧上前 把慎夫人的座位 往后推了一点 没想到慎夫人勃然大怒 吵闹着不肯就座 刘衡啊 也非常生气 拉着慎夫人走了 宴席不欢而散 过了几天 等皇帝的怒气消了 元昂这才去找到刘衡 皇上啊 尊卑有序 才上下有和 您已经立了皇后 怎么能让机械 与人主平起平坐呢 您喜欢他 多给他点赏赐就行了 要是太过分的话 难道你忘了人质 这俩字了吗 汉文帝啊 这才惊醒 赶紧认错 把元昂的话呀 告诉了慎夫人 慎夫人这才知道后怕 赐给元昂五十斤黄金 这事呢 就不了了之了 汉文帝 以这两个宠鸡啊 大体就是这样 虽然恩宠有加 但没酿出什么恶果 这里边最重要的原因呢 是这两个宠鸡 没生出孩子来 否则啊 慎夫人没准 就是另一个欺负人 而且啊 还是知道了欺负人 剧本的欺负人 那就不好说了 除了这两个宠鸡之外呢 汉文帝还有一个宠爱的男人 叫邓通 不要惊讶啊 汉朝一共二十五个皇帝 十个同性恋 不过那时候啊 用同性恋这个词 也不太合适 古代呢 不管哪个时期 哪个国家 好男色 玩男宠之风啊 盛行 喜欢玩点不一样的 刘衡呢 也没有幸免 有一天 刘衡做梦 梦到自己长生不老啊 又飞升仙界 可是到了仙界的门口啊 就差那么一点 怎么都上不去 就在这时 有个划着牧船 戴着黄帽的小丽 推了他一把 让他成功登了仙 梦醒之后 刘衡赶紧去找 还真让他找到了这个小丽 他就是邓通 邓通邓通 这不就是邓通吗 从此以后啊 汉文帝弟他宠爱有加 刘衡自己一生节俭 但是赐给邓通的钱财 以千万计 还天天跑到邓通的家里去玩 把宠臣那一套啊 都来了一遍 我们在上集的开头 讲过一个人 他的名字呢 叫许富 是个文明全国的大相师 之前呢 就是他预言了搏击 会生下天子 所以汉文帝一家啊 都特别的崇信他 汉文帝更是把许富 认作异母 到了汉文帝的晚年 有一次办宴会 周亚夫和邓通这些人都在 大家乐乐呵呵 汉文帝啊 就让国泰许大师 给这俩人看看相 没想到许富看罢以后 大吃一惊 哎呀妈呀 这俩人可真奇怪呀 明明都是富贵之人 为啥结局却一样 都是被活活饿死呢 汉文帝啊 吓了一跳 还以为这俩臣子呢 对一母有不敬之处 赶紧替他们赔礼 许富却说 这不是自己故意吓唬啊 真是算出来的 汉文帝就很不高兴 对邓通说呀 我是皇帝啊 我想让你富贵有何难哉 然后下令 把邓通老家的铜衫 赐给了邓通 让他负责筑钱 掌握整个汉朝的经济命脉 我就不信了啊 就这你还能饿死不成 邓通非常高兴 对汉文帝 那更是奉承吹捧 两人的关系也更上一层 好到什么程度呢 汉文帝得了痔疮 邓通啊 就为他吸引屁股 有一次啊 刘衡痔疮又犯了 就突然问邓通 你说这天下谁最爱我呀 邓通说呀 那当然是太子 刘衡就马上招太子入宫 让太子啊 给他舔智床 士兵前的你现在的表情啊 应该不太好看吧 那太子的表情跟你一样啊 这玩意谁能吓得去嘴呀 太子就磨磨蹭蹭不愿意 最后呢 虽然照做了 但表情啊 一点都不高兴 没有邓通那种愉悦感 汉文帝就特别的生气 觉得太子呢 还不如邓通 所以从这件事上啊 太子刘起就恨上了邓通 汉景帝继位以后 第一件事 就是夺回了邓通的铜衫和产业 没收了他的所有家产 邓通的结局呢 也就像一个标准的毕臣那样啊 皇帝一死呢 直接玩完 没人敢给他送饭 最后啊 果然动恶而死 国太许富 神机妙算 在世真贤 好啊 外戚势力中 皇后啊 宠妾呀 毕臣 我们都了解了 那接下来还有个势力得说 那就是太后 伯基的家族 刘衡登基之后呢 伯基摇身一变 成了太后 伯家虽然实力薄弱啊 但也不是光杆司令 这里边最重要的 就是太后的弟弟 刘衡的舅舅 伯兆 刘衡在戴国长大这么多年啊 伯兆作为他的舅舅 那身份约等于第二个父亲 之前朝廷的信送到了戴国 刘衡犹豫不决 也是伯兆啊 先行前往查案 探查消息 立了功 所以刘衡上台以后啊 伯兆被封为万户侯 海戈前面提过一嘴 刘衡啊 给伯兆的风向呢 很微妙 伯兆虽然荣华富贵 但是没有拿到根本权利 他先后被封为太中大夫 和车骑将军啊 都是贤职 从这件事的 我们就能看出来 早在刚上台的时候 刘衡就已经对 外戚势力的核心人物 做了限制 可是这还没完 汉文帝上台十年之后 有一次伯兆呢 不知道为啥 突然杀了朝廷的使者 汉文帝直接炸毛 他不想下令 直接杀死伯兆 落下个杀害舅舅的恶名 但他呢 让手下的大臣 去跟伯兆喝酒 喝的是绝别酒 吃的是断头饭 大臣们一边吃一边劝 劝伯兆赶紧自杀 你现在呀 犯了法 陛下却碍于亲情 没法杀你 你还有良知吗 你还要点脸吗 伯兆说啊 我没有 我不要 坚决不自杀 刘衡一看呢 这招不好使 就来了个更狠的 他让大臣们披麻戴笑 穿着丧服 跑到了伯兆的府底 刚一进去 大臣们往地上一啪 就开始哭 给伯兆哭丧 你就说绝不绝 伯兆啊 被整得大无语了 这次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自杀了 从这件事上 大家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有人觉得啊 这证明了汉文帝的腹黑 有人觉得呢 这证明了汉文帝讲规则 有人觉得 这反而证明了汉文帝重视亲情 但实际上啊 逼迫犯罪的大臣自杀 并不是伯兆一个人独享的 在汉文帝上台以后啊 功臣集团被使劲打压 退休回家的周伯呀 没有造反 却被关入了大牢 最后呢 却啥也没查出来 那这不就等于迫害无辜大臣吗 所以刘恒啊 亲近提拔上来的进尘甲仪呢 就上奏 说你以后啊 不要这么做 尽量用礼仪器节来对待臣下 刘恒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从此以后 大臣犯罪 刘恒都来这一套 所以那些大臣们呢 才哭得这么熟练啊 都是老戏舞了 好啊 汉文帝掌权时期 外戚势力这点事 咱了解到这就差不多了 通过这些人的故事啊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汉文帝的态度 刘恒在代国疯狂生孩子 但是当了皇帝以后呢 却非常节制 那两个宠鸡啊 被宠了这么久 却一个孩子都没有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 刘恒很注意安全措施呢 是不是可以说明 刘恒啊 不想让他们生下孩子 杜绝有可能出现的势力纷争呢 另外啊 对于他的舅舅伯兆 刘恒说啥就啥 表面上看 是伯兆犯了法 但实际上我们都能看出来 这就是在刻意的控制外戚势力 不让他们有任何冒头的机会 从结果上来看啊 汉文帝做到了 在他整个执政生涯中 没有外戚篡权的任何可能 这就是汉文帝时期 外戚势力的变化 这块说完了啊 那咱接着往下说 功臣外敌外戚以后啊 还有一个势力得好好处理 这就是刘氏皇族们 一开始啊 汉文帝进查案那天呢 非常感动 他的两个侄子 刘章和刘兴居 在朝中打响了樊吕第一枪 把吕氏诛灭 把皇宫清扫 还跟着功臣集团去魏桥迎接 把刘恒推上了皇位 这是大大的功臣啊 所以刘恒刚进查案的时候啊 答应把赵国封给刘章 把梁国封给刘兴居 咱们知道啊 这都是最好的封地 可是过了没几天啊 当刘恒彻底坐稳了皇位 搞清楚信息的时候啊 对这俩唐旨的好感是一落千丈 好小子啊 我以为你们是扶龙之工 没想到你们一开始想扶的 却不是我 那还有啥好说的 封地可以给你们 但赵国梁国 你俩别想了 就把你们大哥的齐国 拆吧拆吧 封给你俩吧 刘章封为了承阳王 刘兴居封为了纪北王 刚合并的齐国啊 又被拆分 哥俩回到齐国 找他们的大哥刘相 拨头痛哭去了 然后紧接着啊 关于汉文帝的第二个阴谋论来了 之前第一个阴谋论呢 是说汉文帝杀了四个儿子上位 那这第二个阴谋论呢 是说刘恒啊 暗杀了齐王刘湘 承阳王刘章 逼反了纪北王刘兴居 为啥这样说呢 因为就在这次分封不久 汉文帝进入长安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179年 齐王刘湘死了 两年之后 公元前177年 承阳王刘章也死了 就在这同一年啊 匈奴第一次大举入侵 汉文帝雷震怒 带着军队去了北方 刘恒亲自坐镇太原观望局势 就在这时 刘兴居起兵造反 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刘恒派了一小队人马呢 就把刘兴居给弄死了 更有意思的是啊 跟着刘兴居造反的所有人 投降之后啊 都被赦免 这事啊 处处透着诡异 刘湘啊 我们可以不说 他奔着皇帝去的 结果没当上皇帝啊 年龄也不算太小了 所以憋居死了 很正常 但为啥刚刚20出头的刘章也死了呢 大家还记得 上上级的朱鱼侯 有多潇洒帅气吧啊 现在啊 却死得这么突然 再加上刘兴居 只有手下这点人马 竟然也敢造反 他是疯了吗 还是被吓到发狂了 所以综合这些信息啊 网上就流传着第二个阴谋论 说刘衡呢 为了打压齐国 暗中下毒 毒杀了齐王刘湘和程阳王刘章 那到底真相如何呢 一如既往的 不知道 这句话呀 咱好像说的是越来越熟练了哈 时间继续往前 齐王三兄弟死了以后啊 刘湘的儿子刘泽 被封为新的齐王 齐国的事啊 暂时安定下来 刘衡心中排行第一的威胁 被暂时镇压 他把目光看向了排行第二的威胁 谁呢 吴国 吴国的主人呢 是刘碧 咱们已经讲过 他是刘邦二哥的儿子 是刘邦的侄子 跟汉文帝刘衡呢 是同一辈人 公元前179年 刘衡登基的时候啊 刘碧已经36岁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个彪悍 有猛 有野心的人 那为啥这样的人物 刘邦会把他分封到这么远呢 那天高皇帝远啊 这不是给他发展壮大的机会吗 谜底啊 就在谜面上 正是因为吴国天高皇帝远 所以要派这样一个壮王去镇压 否则吴国那地方啊 民风彪悍 说反就反 在汉文帝登基不久啊 朝廷和吴国之间 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 汉文帝的太子刘起啊 把吴王刘弊的儿子刘贤给打死了 刘贤呢 代表吴国去朝鲜皇帝 遇到太子啊 俩人就下棋 那时候下的呢 不是围棋 而是一种叫做六伯的棋局 这俩人玩的时候啊 可能是平时在家骄纵惯了 刘贤呢 风采依旧 乍得呼呼 完全不把太子刘起放在眼里 没想到这次踢到了铁板 再狂能狂得过太子吗 刘起当场翻脸 拿起棋盘 就砸向了刘贤的头 当场就把他砸死了 这事说大吧 那可太大了 太子啊 把世子给打死了 要是换个时间 换个朝代 这就是一场世界大战的序幕啊 可说的小吧 也挺小 因为这毕竟不是其他时间 其他朝代 这时候的中央啊 对诸侯国还有着强大的约束力 所以吴王刘弊啊 只能强忍悲痛 把牙往肚子里咽 当刘贤的尸体被送回吴国 吴王刘弊气到发抖 他只是说了一句 天下都是姓刘的 死了 当在长安就是 何必送回来 就把刘贤的尸体送回了长安安藏 吴王的悲痛愤怒 我们能感受到啊 但有一件事 我们可能会很好奇 这刘贤是傻子吗 他凭啥这么嚣张啊 就算年龄小啊 也该知道尊卑长幼 更何况是那个封建年代 他有啥依据吗 还真有 咱们前面说了 汉文帝刘衡把矿山的铸币权 交给了他的宠臣邓通 这个邓通啊 其实非常会做人 在他家族的管理之下呢 邓通前流行全国 质量好 信用强 整个汉朝几乎一半的货币供应 都来自于邓通 而另一半就来自于吴国 吴王刘弊呢 是个有能力的藩王 他的封地吴国呢 更是靠着大海和矿山资源丰富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啊 他开采矿山 珠海晒岩大量招收全国各地的流民和亡命之徒 积攒自己的势力经济和人马 让吴国一点点发展壮大 虽无帝王的名分 但在吴国的土地上 刘弊和皇帝没啥区别 所有这些条件加起来 就促成了世子刘贤的轻狂傲慢 他不觉得自己的吴国比朝廷差 这才引发了悲剧 那么问题来了 太子打死了自己的儿子 吴王刘弊要咋办呢 反不反呢 刘弊呢 想反 但是刘衡啊 没给他机会 刘弊因为死了儿子特别生气 就称病呢 不去上朝 这时候啊 如果刘衡强行征兆 让他去觐见啊 那不用说 激化矛盾 刘弊肯定不敢 所以呢 就得反 但刘衡啊 没这么做 而是赐给他遗己与守仗 允许他养病不来上朝 把局势缓和下来 汉文帝整个执政时期啊 吴王刘弊一次没来 就这样啊 吴王刘弊打消了 马上造反的念头 毕竟这种事啊 可不是说说而已 风险太大 很容易得不偿失 在汉文第一朝啊 吴国就这样隐身 吴王刘弊默积累实力 咬牙切齿的 观望着局势 好啊 吴国说完了 咱打开示例图啊 看看现在的刘氏皇族 还剩谁了 去掉被杀光的吕氏 和汉徽帝的儿子们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一共就剩四个 最强大的齐国和吴国讲完了 还剩下楚国和淮南国 咱挨个说 首先说楚国啊 楚王叫刘娇 是高祖刘邦的亲弟弟 刘娇是个啥样的人呢 简单来说 是个文人 是一个搞学术的文人 从小呢 就爱好读书 研究诗经之类的 所以这位三王的威胁指数啊 基本为零 但是刘娇呢 不太长命 就在汉文帝登基的这一年呢 去世了 他的儿子刘颖克接班 这个刘颖克是啥人呢 也是个读书人 楚国呀 受到刘娇的熏陶 学术气息特别浓厚 大量的读书人 各种学问家呀 都汇聚于此 楚王身边呢 大多都是真正的君子 刘颖克本身呢 官职是宗正 负责老刘家的户籍 和家谱管理 可以说呀 也是没有威胁 但是啊 刘颖克也是个短命的 仅仅当了四年的楚王就去世 他的儿子啊 刘悟接班 那这个刘悟是啥样的人呢 不知道 史料上没有记载 他执政时期的生平 但我们可以猜测啊 他跟当今皇帝的血缘 其实已经很大了 所以楚国的威胁指数 不再是零 怎么也得是一了 好啊 楚国说完了 咱们说最后一个淮南国 淮南帮刘长是刘衡的弟弟 咱们在吕后那集讲过啊 刘长的母亲 是被刘邦临幸一次 意外怀孕的美人 后来受了牵连啊 生下了刘长以后就自杀了 所以刘长呢 是被吕后带大的 因此呢 平安的度过了吕后掌权时期 甚至呢 还过得挺好 抵当诸吕的时候啊 刘长啥事没有 毕竟呢 他姓刘 但也因为他跟吕后的关系啊 所以宫生集团的备选人里呢 没有他 就在临走之前啊 刘长干了一件事 他把沈亿基给杀了 沈亿基是咱的老夫人 是吕后身边啊 一次的老乡好 一辈子都陪在吕后身边 不知道为啥啊 刘长一直看沈亿基不顺眼 有一天呢 刘长突然就找到了沈亿基 掏出准备好的铁锥 把他锤杀 还让侍从啊 砍下了沈亿基的脑袋 做完这件事啊 刘长骑马直奔皇宫 跪在皇帝面前谢队 说我杀沈亿基啊 理由有三 一呢 是我妈当年被无辜牵连 沈亿基如果求吕后啊 我妈就能幸免于难 但他没有做 二是赵王留住一母子无罪 吕后想杀他们 沈亿基呢 没有激励的劝阻 三呢 是吕后封老吕家亲亲为王 想要夺得刘氏的天下 他沈亿基呢 没有阻止 因这三条罪 所以我要杀他 大家觉得刘长这三个理由成立吗 那肯定不太成立 如果用这三个理由衡量 那满朝文武应该全都处死 毕竟吕后掌权时期啊 大臣们都认了松 这个理由本身呢 是不成立的 但刘衡啊 却赦免了刘长 史料上说呢 是出于手足亲情 不忍杀之 但是咱们应该能感受到啊 真正的原因 可能是这些刘氏皇族的人呢 都挺讨厌沈亿基 毕竟当吕后的老相好 那不就等于变相的绿了刘邦吗 就算这事是假的 但所有人都说他是真的 那假的也成真的了 沈亿基这个碍眼的人被除掉啊 老刘家的人呢 应该都挺高兴的 所以刘长没有被治罪 这件事啊 就不了了之了 刘长啊 就这样回了封国生活 可是过了没几年 刘长突然起兵造反 他带了多少人马呢 70个人 没错啊 70个人起兵造反 这就离谱 所以啊 各种解释就来了 首先是史料上说的啊 刘长日益骄纵 终于有一天起兵造反了 带着70个人 打算会和匈奴和敏月一起出兵 然后事情败露啊 被一锅端了 大臣们呢 都希望处死刘长 好几次上奏呢 都被刘衡驳回 最终刘衡还是不忍杀害弟弟 只盼了刘长流放到蜀郡 还下令每天都要给他准备 食肉五斤九二斗 准许刘长啊 带着10个嫔妃一起走 但是在刘放的路上啊 沿途各线的人呢 没人敢打开刘长的求车之门 最终啊 刘长气得不行 绝食自尽而死 这是史料上记载的 但史料上还记载了另外一个说法 大臣们审讯刘长啊 最后汇总给汉文帝的时候啊 一个贵族的孩子 刘长暗中收留了几个人 所以呢 造反这一块不能算他的罪 大臣们给刘长定的第一桩罪呢 是说他不遵汉法 擅自用皇帝的拒出制度 擅自任免封地中的惯例 擅自赏罚封国内的事情 也就是说啊 大臣们认为 刘长最大的问题是僭阅 所以该死 大家觉得哪个是真的呢 史料理啊 自己都互相矛盾 前后不一致 所以咱也没法说 后世啊 有学者评论这件事啊 激进的认为啊 这根本就是莫须有之罪 七十个人造反 你信吗 啊 不如说他们是自杀是习极格了 或者习极俩字都能去掉 他们是自杀 有人说啊 史料被改了 刘长根本没做这件事啊 一切都是皇帝在收回权力 不管怎么说吧 刘长死了 淮南国被一分为四 分给了刘长的四个儿子 再也没有力量与朝廷对抗 这就是淮南国的结局 现在啊 淮南国 楚国无国 咱都说完了 刘氏皇族这块 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呢 还不行啊 因为齐国又出事了 前面说了啊 刘恒继位以后啊 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 齐国三兄弟 死的死 反的反 全被摆平了 齐王刘湘的儿子刘泽继位 齐国安静下来 过了十多年 到了公元前165年 刘泽突然去世 而且啊 没有留下后代 大家猜猜啊 这么好的机会 刘恒能放过吗 那肯定不能啊 所以啊 齐国被一分为七 刘肥生在一大堆儿子里啊 现在死了一半 还活着的鱼鹿军战 一人分一个 齐国的力量被分散 变成了皇帝最喜欢的样子 就这样啊 一直持续到刘恒死去 好啊 现在从刘氏皇族的角度 我们又走了一遍 汉文帝的执政生涯 这次大家有产生新的想法和印象吗 你先想着啊 海哥接着说最后一条线 那就是天下的百姓 如果你是一个 对这段历史不了解的人呢 打开这期视频的开头 你对汉文帝的印象是啥呢 我相信很多人的印象啊 都是文景之志啊 黄老之学啊 无为而至之类的 是吧 可是通过刚才书里的几条脉络呢 我们都能看出来 这跟我们想象的无为而至差的也太远了吧 简直到处都是刘恒的手段和算计 为啥后世会给汉文帝刘恒啊 打上无为而至这样的标签呢 因为史学家呀 是从百姓的角度去评判一个朝代的 汉文帝与百姓的交集呢 主要靠两点 一是大喜事二是大灾难 喜事有很多啊 比如皇帝登基啊 策立皇后啊 策立太子啊 发生这些事的时候都会搭设天下 汉文帝登基的时候啊 赏赐天下民众每人爵位提升一级 女子啊 与百户为单位赏赐酒肉 让百姓聚会艳艳五天 策立皇后的时候啊 策天下观寡孤独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和九岁以下的孤儿啊 不薄米肉若干 策立太子的时候呢 给所有当爹的和当嫡长子的生一级爵位 我们以前说过啊 汉朝沿袭了秦朝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制 前几级呢 都是民爵 所以这生没生的啊 其实也没啥 主要是荣誉性质的 聊胜于无 说完了喜事 再说说灾难 中国国土很大 所以史料上记录的天灾人祸啊 每年都有 不是干旱呢 就是双冻 不是劫略呢 就是流星 偶尔再来个日食或者地震 汉文帝的情绪啊 就像午夜的朋友圈一样 经常一抹 公元前179年 汉文帝下令废除了联作法 以后呢 依然犯罪不再祸及他人 社会上互相检举的风气啊 得到遏制 冤狱呢 基本绝技 史料上说 一年只判了400起案件 公元前178年 连着两个日食 汉文帝下诏检讨自己的错误 让大臣呢 时刻监督自己 同时呢 还废除了诽谤罪啊 妖言罪啊 在诏书上明确表示 以前有百姓骂皇帝啊 会被处死或者流放 但从今天开始啊 百姓骂皇帝无罪 公元前177年呢 汉文帝带头做表率 亲自下地耕种 以此鼓励农耕 公元前176年 匈奴入侵 汉文帝带兵去太原坐镇期间呢 在代国停留了十几天 给代国人呢 留下了很多风赏 免除了晋阳中都 百姓三年的赋税 公元前167年 汉文帝下令废除了密柱官 密柱官啊 是个玄学职业 古代人认为呢 天灾是上天对天子的警告和处罚 所以一旦发生天灾啊 就由密柱官出场 通过神秘的仪式 把灾祸从君主身上 转移给臣下 也就是甩锅 汉文帝啊 废除了密柱官 意思就是说啊 我是君主 不管是谁的过错 全都由我来承担 以后呢 天灾人祸都冲着我来 也就是在这同一年啊 汉文帝废除了肉刑 也就是刺面啊 戈鼻啊 斩手脚 攻刑之类的刑法 于此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除了这些具体的措施啊 汉文帝在整个执政生涯里呢 还有一大爱好 就是骂自己 史料上每翻两页 都能找到这样一段话 比如公元前166年 汉文帝说 我当皇帝已经14年 很长了 我又不勤敏 又不明智 却能治理国家 我感到羞愧 应该广涉祭谈 增加祭品 过去的先王们 远是恩惠不求回报 摇祭山川 而不求祈福 先为民众考虑 才为自己考虑 圣明到了极点 而我呢 我听说主管祭祀的惯例啊 上神灵祈福 却把祝福呢 都归于我一人 我深感羞愧 像我这样德行浅薄的人呢 独享神灵的福祉 而天下百姓 却不能享受 这不行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 我命令负责的官员 不要为我祈福 天下大汉 蝗虫成灾 汉文帝下令诸侯啊 不要入朝进贡 开放山林胡泽 给百姓 减省服装 车架 狗马等物啊 打开粮仓 镇机灾民 允许民间买卖爵位 汉文帝在位 二十三年来 自己的东西 从没有增加过 有对百姓不变的禁令呢 就废止来便利百姓 文帝想修个露台 一算呢 发现需要一百斤 就立刻放弃了 文帝日常穿着粗丝的衣服啊 他的宠姬 也不许穿拖地的衣服 不许挂刺绣的围杖 为天下呢 做表率 文帝死的时候啊 不另起陵墓 而是在长安东南 一座小山 开凿陵寝 随藏品呢 都用瓦器 不准用金银同袭 不修高大的焚修啊 不去烦扰百姓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条线 汉文帝对天下百姓的态度 好吧 现在我们把汉文帝执政时期的操作 捋了五遍 我相信大家对他呢 已经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现在咱们进入视频的最后一部分啊 我们要怎样去看待和评价 汉文帝刘恒呢 看过他的故事啊 如果给汉文帝打分 满分一百的话 你会给他打多少分呢 打他弹幕让我看看啊 那接下来 还得说说我的看法 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啊 并不需要想当然 尤其是汉文帝这种古代帝王啊 他是史料上的主角 我们只要把史料读透 读完整 就能比较清楚的推测出 他的心态和行为 首先呢 作为一个不受宠的皇子 刘恒被封到代国以后啊 从来没想过当皇帝 所以当这个馅饼砸到他的时候呢 他应该是莫名其妙 又大喜过望的 其次啊 代国是个小国 而且也批邻北方边境 是匈奴入侵的第一受害者 所以在代国长大的刘恒呢 是深知民间疾苦的 这两个条件加起来 造就了刘恒两个特点 一是迷信 二是爱民 李尚衍有首诗啊 可怜夜半虚前习 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诗虽然是借古讽金 借着汉文帝和贾仪啊 半夜不聊苍生 不聊政治 只聊鬼神 来讽刺李尚衍 自己身处的唐朝晚期 但李尚衍能举出这个例子呢 就说明汉文帝的迷信 在古代是比较公认的 因为迷信啊 所以一出天灾人祸 刘恒啊 就会下诏罪己 因为迷信 所以刘恒特别容易上当受骗 鲁国呢 有个方式叫公孙陈 跑到长安呢 用五行之说 忽悠刘恒 说秦朝是水德 是黑色 汉朝高祖延续下来 但其实呢 我们应该是黄色 不信你看 马上国家呀 就会有黄荣出现 过了没多久 果然有西边的官员 报告啊 说有黄荣出没 虽然呢 谁也没见到 但当地的百姓都传开了啊 肯定是真的 这一定啊 是皇上您的祥瑞 是国家兴旺的吉兆 刘恒呢 特别高兴 就听公孙陈的话 祭祀天地 修祭台 该花多少花多少 能花多少花多少 还给公孙陈大量的封赏 过了没多久啊 公孙陈就云游四方去了 他走了以后啊 又来了一个人 叫做新元平 这个更厉害啊 说自己会忘气术 说看见长安东北角呢 有五彩神器 这表示上天的五弟啊 在保佑皇上 所以应该修建五弟庙 留住五弟 刘恒啊 深信不疑 在长安城外 大型土木 修建了五弟庙 他还亲自去庙里拜祭 把自己的年号 重新改成元年 把新元平奉为上大夫 赏赐千金 过了一段时间啊 在朝堂上 新元平突然像狗一样 到处闻 然后说哎呀呀 哎呀呀呀呀 这屋子里 怎么有宝玉的味道呢 啊 刘恒正纳闷的 突然进来一个人 拿着玉杯 上面刻着 人主严寿四个字 拿起来的人说啊 这不是我自己捡的 而是一个虚发皆白 穿着黄衣的老神仙给的 让我转交皇上 刘恒呢 又信了 又重赏了这俩人 眼看着刘恒呢 被骗得越来越深 幸亏丞相张仓给力啊 他带着手下一路追杀 把新元平做的 这一连串的事啊 都调查了清楚 呈现给了刘恒 汉文帝刘恒啊 这才知道自己被骗 杀了新元平三族啊 这事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啊 可以说明刘恒呢 比较容易相信鬼啊 神啊这些 但事件的结果呢 也能证明他的第二个标权 就是刘恒爱民 我们抛开他的阶级身份 只从海哥一贯坚持的 最广大老百姓的视角去看待他 那刘恒的定位呢 很明确 他是一个好皇帝 是在封建极权框架下啊 对人民做到了相对完美的人 这就足够了 在这个大的评价之下啊 汉文帝犯了很多错误呢 都更证明了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他都是立体的复杂的 他的权谋很出色 比起吕厚声势浩大的政令 汉文帝的手段呢 是隐蔽的 见解的 他打压周伯 拆分功臣集团 肢解刘社皇族 防备外戚势力 这些加起来啊 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就是中央集权 这是朝堂之内的政治 在朝堂之外啊 在最广阔的大地上 他爱民如子 废除阳科的刑法 鼓励农耕 虚心纳贱 谁都可以骂他而不担责 23年的执政生涯啊 除了被匈奴几次入侵的北方边境 其他国土下的百姓啊 得到了一整代人的休息和发展 给文景直至的美誉啊 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啊 海克觉得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 就是知作能改 可别小看这一条啊 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对皇帝来说 这个更难 中国几百个皇帝 能做到这一点呢 也没几个 刘恒能做到 他迷信 但是发现被骗后呢 能承认错误 及时的止损 他宠爱美人 被大臣圈结后呢 能幡然醒悟 皇帝能认错 对国家来说啊 就相当于有一个刹车 不至于让整个天下 像疯狂的马车一样 在一路狂欢中冲向悬崖 这些啊 都是刘恒的优点 而在这些明面之下啊 汉文帝留下的隐患呢 也不少 被打压的功臣们 会想办法夺回权力 被提防的外戚们 会想办法影响超纲 被肢解的刘兽皇族啊 会想办法拼死一搏 被杀的儿子的刘毕 会不会报仇啊 开放山川临泽 允许民间买卖爵位 会不会造成官商勾结 腐败横行啊 这些事情啊 汉文帝有的知道 有的不知道 但他确实呢 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极限 公元前 157年7月6日 这个曾经的小透明 现在的皇帝老儿啊 在职壤的大汉江山 23年之后 撒手养环 驾帮鱼未央布 因此之前 汉文帝下诏说 我听说天下万物蒙发生长 死亡是天地的常理 是万物的规律 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 我德行浅薄 无法扶持百姓 现在去世了 如果还让人们过度挚哀扶丧 让他们遭受酷暑的折磨 让别人家的父子为我悲痛 使我的德行更加浅薄 我又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呢 我能奉守宗庙 凭借牛小的身躯 对天下诸侯抬举在上 已经20多年了 仰仗天地的威灵 设计的福祉 才是国内安宁 没有战略 我经常担心行为过失 害怕不能善终 现在竟然能想尽天年 我还有什么可悲哀的人 所以传令下去 不许天下过度辅丧 大家治癌三天就恶苏正常 公公公公公是如此 应当治癌的人 早晚各哭十五声 行李完毕就停止 欧公公从夫人以下到邵使 这些嫔妃都请在回家 好好生活 把我葬在霸凌 周围的山川 要保持原样 不要有所改变 说完这些话 汉文帝的一生 结束 海哥个人 用一句话来评价他 我认为他是一个 很好的皇帝 下一集 汉朝的江山会怎样延续 哪些面孔会登场演出 流行的天下会幸福吗 他留下的隐患会爆发吗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是老海 咱们下集再见 感谢大家